大家好又见面了啊 欢迎收看演书 上一期呢咱们聊了Counter X Special这台机器 135画幅的全机械单板相机 我最推崇的就是上一期讲的那个了 节目播出以后呢 不少玩家联系我们问 是否有样子差不多的66画幅 就中画幅的单板相机呢 于是今天咱们就干脆来聊一聊 样子看上去那个差不多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X山泰的66系列单板相机 我这边摆了Counter X包 Context包啊 其实也是一个系列的嘛 我觉得所有的摄影包里面 像这个包 是德国金剑的定制的Context 这个包是所有这类包里面 逼格最高的 咱们把它放一遍 我刚刚是因为拿东西放在旁边 我就把它摆上来了 既然是单板相机 那么我感觉啊 不得不说几句爱克山泰的历史啊 因为在他的历史里面 最耀眼的还是人类低态的35毫米单板相机 那咱们就光速说几句啊 我看一下最短能几句说完啊 不然又会扯太远 第一 1912年在德国德里斯顿啊 创立的 就是爱克山泰在那创立的 创始人是John Stierberg 荷兰人 他父亲呢 是在荷兰海牙的相机零售商 公司的名字呢 是一个缩写 IHAGE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缩写啊 来自于Industrial Handle那种词啊 然后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工业交易品公司 德语的啊 一听这个名字呢 就不像是仅仅是做相机这种小目标的公司啊 作为第一句话的补充啊 那么为什么在德里斯顿呢 因为蔡斯啊 瓦特啊 他们都在德里斯顿 好招技术人员啊 第二句话 1930年 Carnutrient呢 为IHAGE公司呢 设计了VP X仗泰单反相机 用127卷的 和路来最早的双反相机 用的是一样的卷 但是画幅呢 是6.5乘4厘米的画幅 现在看来 这个画幅好像觉得很奇葩 很奇怪吧 但是当年看来 是没啥可奇怪的 第三句话 1936年的 King Axanthe呢 是世界上第一台 135画幅的单反相机 极具历史语义啊 说到这呢 我感觉我可以打住了 不然细节有点多啊 那么回到今天咱们聊的 Axanthe 66系列上来 这系列是由 AutoSteaming模式主导的 它原来是在路来和 爱可怕工作的 为了节约成本啊 所以选择直接在以前的潘太康 6 潘太康6系列上面做升级 之所以要这么干呢 是觉得80年代中期啊 日式相机开始统治全球了 他们觉得应该做一款 66画幅的单反相机 还是应该有市场的 就这个细分市场还是有的 其实就是和日系的错位竞争啊 但是重新开发的风险 又太高 成本也高嘛 所以呢 就选择在原来 算是已经很成功的 潘太康6上面 直接做个升级 所以阿康上代66系呢 是在上世纪啊 就来自于上上世纪 50年代的潘太康6 都知道 阿康上代66呢 一系列一共有三个信号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代的 第一系列我没有 我就不扯了啊 咱们就稍微捋一捋 从第一代到最后一代 其实也特别简单 第一代就是在1984年 德国科隆的Fortokina上展出的 不过到1986年 这是1984年 1986年才开始销售 1985年1月开始计划呢 是每个月生产200台 实际上呢 1986年全年啊 他才卖了600台到700台 但是按照他计划到了 一年是2400台嘛 实际上他只卖了600台到700台 相比他前身啊 Pentacon 6呢 他一共生产了15000台 第一代的 Hackershuntai 66呢 Model 1 但是他没有必要Model 1 他就Hackershuntai 66 算是失败的商品了 基本参数很简单 120卷220卷都可以用 最高快门速度是1000分之1秒 闪光同步呢 是25分之1秒 镜头群呢 非常强大 从60毫米到280毫米都有 刚说到这个系列呢 是源自于Pentacon 6 6啊 额头上都有 那种Katsai Sienna 五菱镜玻璃啊 布局和结构呢 几乎是完全一样 那么第一代的 Hackershuntai 66Model 1 对比Pentacon 6 做了哪些改进呢 主要是有4点 第一呢 外观上它就更现代了 全部就包胶处理了 外观表皮啊 那个年代 很多望远镜都这么处理 比如说 我说了一个刚好有 这是蔡茨两个顶级望远镜 它们也是包胶的 这是包胶的 灰色的 这个也是包胶的 第二点呢 机身驱行器里面 多了电子触点 关圈快门 都是能够直接显示 在那个屏幕上面 第三点 镜头改为 由施耐德提供 就原来不是施耐德吗 更锐 而且分辨率更高 比之前的啊 第四点 120卷220卷都可以用了 而且后面加了一个框 就是后面加了一个框 把胶卷那个纸桶的 一边可以塞到里面 做个提醒啊 但是又退步的地方 例如取景器啊 就第一代的X3-6了 取景器它比Pantacan 6呢 更小 还有别的吐槽地方 咱们正会再说啊 Model 1呢 持续销售到1993年 其实是和Model 2 销售时间重合了几年 应该是 之前生产的没卖完 所以它一直Model 1 拖拖拖 卖到1993年 才卖完1993年啊 第二个型号 就是这台啊 Model 2 这上面有字啊 1989年 生产到1997年 外形的看呢 几乎是一样的 过片搬手的地方呢 多了个蓝色的标识 Model 2 Model 2的改进地方 主要是针对用户 对Model 2吐槽的地方 有点是被动改进的意思啊 由于为了增加强品竞争力啊 它就设计了那种 可幻的对焦屏 原产提供三种对焦屏选择 但是它标配的 就是最暗的那种啊 很多用户根本就没有 去额外买那种 另外两种 就是更亮的 没有去买 而且原产对焦屏是装在一个 黑色的塑料边框里面的 边框占了不少面积的 这样取景的时候呢 就看着就更暗了 于是呢 在拍摄的时候 很多用户会对不上焦 真的会这么严重的 另外腰屏取景器的时候呢 取景的时候啊 对焦屏上呢 它没有网格竖线 没有参考 就非常容易拍歪 这点呢 用宽幅相机的玩家 就会体会了 我以前是用 零哈佛617系列的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取景的时候 拍的时候啊 看的都是屏的 片子一冲出来完蛋了 全都外的 为了解决这个对焦案的问题呢 到了摸到案呢 直接给变成了 不可换对焦屏了 这样就省去 那个黑色的塑料边框嘛 而且对焦屏呢 用了入来的高亮屏 入来的高亮屏啊 然后呢 在对焦屏上增加了 中心列向 以及网格 这样的话取景的时候 不仅容易对焦 而且面积更大 然后加了网格的话 就不容易拍歪了 第二点改进 就是后盖这个锁扣部分啊 锁扣部分呢 是自动回弹的 直接可以回弹 一代呢 是不回弹的 往上拨 第二代呢 可以直接按上去 不仅是更方便 而且不用担心 后盖呢 没有回味 导致盖子不小心就 就弹开了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第三点改进 就是过片扳手这个地方啊 过片扳手这个地方 Model 1呢 过片扳手不仅短 而且行程很长 这样的话就操作起来呢 就不方便 再加上这地方 它没有防滑的 所以操作起来 拇指很容易滑 不方便 另外呢 就是过片后呢 快门按钮的位置呢 按照非常不顺手 就是Model 1的上面啊 是竖直的 非常不方便 于是Model 1呢 就增加了 这个过片扳手形成 防滑也处理好了 盘面有防滑的 此外呢 快门按钮地方呢 这个底座啊 做成斜的有弧度的 这样按起来就更方便 这样用起来呢 会比Model 1更顺手 第四点改进呢 就是原配那个奇葩的背带啊 在哪呢 就这种背带啊 原配的背带呢 间垫呢 中间原来呢 那种是塑料的 有一层塑料膜 膜在上面 其实呢 是很符合当年的定位啊 这个原来的 这个Model 1的背带 毕竟当年 当初做Model 做X366的时候呢 就定位是男人用的相机 而且定位都是那种 粗犷的风格啊 其实当年很多 很重的那种相机啊 广告上呢 就是广告活跃上 也都是女士在用 比如说林哈佛 Technic系列啊 但是X366呢 原厂广告上 全是男士在用 比这更有意思的就是呢 当时Model 1啊 大家都批评他 闪光同步速度太低了 只有25分之一秒 但是同时期的宾德呢 宾德67啊 闪光同步速度 30分之一秒 也没人吐槽 于是到了Model 1呢 这个速度表盘上啊 直接就变成了 30分之一 就是刻度表盘上 是那样 同步速度到这 不过实际上 它还是25分之一 同步速度啊 用户其实不知道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就用起来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其实RX3呢 只是明面上做了改 实际上25分之一秒 和30分之一秒 同步速度 没什么区别嘛 其实这些啊 不满的是Model 1 其他的 大家不满的地方 所以全加到这上面来了 毕竟就算是30分之一秒 上门同步速度 也是非常低的 这些改进呢 在我感觉啊 其实已经非常大的进步了 就是跟Model 2这台 比Model 1呢 哎呀 这改进真的是 非常彻底了 但是呢 市场依然不认可 Model 2在1997年停产以后 马上就开始了 最后一代的Model 3 就我手里这台啊 它一共生产了4年 2000年停产 这上面标记Model 3 和第二的对比呢 区别就是呢 增加了反观镜预生的功能 第一代是没有的 因为它有时候拍摄的时候 振动比较大 有反观镜预生的这个功能呢 就振动会小很多 这样还是很实用的 但是这个功能呢 尽量少用啊 容易坏 然后呢 就是这个刻度表盘上 外观上来看区别 Model 3这是一个橙色的点 Model 2呢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箭头 当然有些是Model 3的 Model 2改的 所以Model 3呢 有些是三角形的箭头 实际上Model 3呢 它就是原点 就是上面刻度版啊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呢 只能算是升级了 现在市面上最少见的 也就是Model 3了 但是很多人会拿Model 2 去改成Model 3 就是刚跟我说的啊 这上面会改 包括上面这种贴的字啊 这个Model 3 Model 3都是贴上去的 所以呢 主要是看后面 这个有个反观镜预生的接口 这块面线的接口啊 Model 2呢 咱们看一下Model 2 这后面呢 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接口的 而且Model 2 这后面写的是 Med Invest Germany 希德制造 Model 3呢 如果是真的Model 3啊 它就是 德国制造 当然它 因为它是配件很多 是跟Model 2通用的嘛 原来当年 它就是升级版 有些的Model 3后面是 还是希德制造 但实际上不是希德嘛 只是说 它这个年代呢 用的是Model 2的配件 没办法啊 两千年就停产了 这让我想起来 尼卡莱范MT 龙年纪念版 人家是开始 在这儿是结束 现在看来呢 X3代66 在66画幅单版相机里面 依然是特立独行的存在 好了 咱们简单扯几句镜头和配件啊 镜头常见的就是80毫米了 圣爱德的那种 X3标的啊 还包括蔡斯伊纳标的都有 嗯 一般的评价呢 是802.8头的 圣爱德头那个 更好 但实际上用起来 没什么区别 都一样的 只能说它是有1米对焦 最近对焦距离版本 还有0.6米版本 就这个价值稍微有点区别 其他的版本 其实咱们自己平时用啊 没什么区别 另外呢 就是这上面的150头 是用来拍人像 这还是可以的 150头和60头是一样少见的 不过更残焦的 就更少见了 这个就带过啊 毕竟市面上也几乎见不着 对于镜头来说 还有个原产的镜射皮箱 那是很有用的 我多嘴再吐槽一句啊 这个机器的机身卡口 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粗糙 很不好操作 因为这个镜头比较大 一只手呢 得扶住 一只手才能转动 然后另外一个镜头拿过来 再卡住 扶紧 然后把它锁紧 这个方式有点像 Robert Royal 但是Robert Royal 镜头很小 容易操作 这个镜头很大 稍微不注意操作 咔就歪了 或者说镜头就跌了 这个也特别注意了 特别小心 另外最常用的 就是曲景器和背带了 曲景器呢 有三种 眼屏 腰屏 以及眼屏的TTL 我买过四个眼屏的TTO 不是里面的 边角玻璃开胶的 就是测光不对了 后来拉倒了 一个眼屏的TTO都没留 其实啊 第一代的1985年生产的时候 TTO测光顶还没做出来 就第一代的时候 它没有眼屏 1986年才开始有TTO那种测光顶 单独立的配件销售的 背带的话 它只能用这种原厂 因为它有一个底托嘛 跟底部的螺丝是对应的 没有其他的背带可以用 只能用这个底托 背带这个是塑料的 因为机身它这个是硅胶的 如果用金属的话 这个硅胶就会摁进去有印子 反正这种背带呢 我觉得是非常变态的 无论是最后期的这种背带 中间是带这种啊 毛绒垫的 还是说早期那种 带一个塑料的 中间一个塑料 透明薄膜的那种 我觉得都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背带 真的是做工太粗糙 背着太不舒服了 操作呢 是过于简单 我感觉没啥可讲 但是不讲又不行 那换个角度啊 咱们尽快做快的速度 讲完这两台的操作 咱们可以看一下 好了 咱们看一下操作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两台机器操作 其实就是一台机器操作 这两台操作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多了一个反光镜的预生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都是一样的 咱们就以这台为例吧 以Model 3为例吧 这个就先放一面 等我再来演示别的啊 这台机器呢 首先看一下功能操作 这上面是调节快速度的 这个点呢 只有Model 3最后期的 比如说它装配所有的零件 是新的那种配件 它是橙色的点 也有那种是三角形箭头 它橙色箭头的 比如说这个跟Model 2是一样的 那它就是拿Model 2的零件改的 它不是后面的 比如说Model 2 它上面是希德生产的 上面有啊 但是后面新产的那Model 3呢 它是德国制造 不是希德 这两个标志不一样 当然也有Model 3是希德 说明它后盖是原来的Model 2的 这两个后盖 咱们可以看一下 明显的区别 就是这边多了一个反光镜域 甚至一个接口 然后快门速度呢 就是一秒了 闭门了 闪关同步呢 其实还是1分之1 虽然说它这个打到1分之1 R15取消了 原来就是R15的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这边技术器 快门线接口直接接着 我觉得到底 一定要到底 然后扶着它慢慢回来 那就可以了 这个是在自动回味的 所以反光镜呢 它是 看有自动回味 拍完之后呢 它有个自动回味了 就打上来啊 不是自动回味 这边是技术盘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其他功能 我觉得好像就没什么可讲了 比如说这一块吧 这块是反光镜余生 这一块呢 是非常容易坏的 以至于这台机器 我手里这台是非常非常新的 看这个颗粒啊 我都不敢那么操作 要把快门线接上去 按一下之后呢 反光镜打起来 再松手 快门线呢 快门再释放 我就直接说一下啊 我不操作了 因为我怕容易坏 那地方我自己平时是从来不用的 这边呢 就是自拍器 自拍器很简单啊 打过来 自拍器倒是可以 自拍器就走了 还在走 释放了 但是反光镜余生 我是真的不敢用 它坏的概率太大了 所以就不管了啊 我这讲是怎么用 这边是赏光镜余接口 底下呢 是留了一个四分之一口 这是为了接背带用的 如果说不装背带呢 这样方式可以放鞋的 装背带呢 只能把这个装进去 背带等会咱们再说啊 拿镜头怎么拿的 看一下啊 拿镜头这边是一个 完全靠阻尼把它锁紧的 就是跟Rodroy那种一样啊 装上来的时候 我看上面有个小的银色凸起来点 对着正上面 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屏 屏完之后再把它锁紧就行了 这方式真是非常简单粗暴啊 这两边有凹口 这是接这种背带的 等会咱们再说 其他的都没什么可讲的 功能太简单了 然后拿下来取景器呢 讯息器打开 再要播一档呢 就是放大镜 放大镜也可以收回去 讯息器怎么拿下来呢 直接是安住这上面 有个银色的按钮侧面啊 往后面一推就下来了 对照屏在这儿 是个列项方格 最后期的嘛 二代三代对焦屏是一模一样 只有一代是不一样的 装上去呢也是 朝这边 顶到这边 往前面一推就上去了 换眼屏或者换TDR5内容也是一样 这个对焦没什么可讲的啊 关圈 对焦 没什么可讲的 镜头我就把它盖上 然后后口我们看一下 这边侧面呢会自动锁定 如果要拍20的卷呢 就往这边打 这是20 120呢是往这边打 注意一定要切换 我建议这个机器最好是拍120 不要拍20卷 20卷这个弹环扭力太紧的话 容易把它卡断 所以呢 这边是20 这边是20 注意一定要切换啊 不切换的话拍就不行了啊 这边是可以拉下来 装那个卷轴的 布连的 不要拿手戳 不要拿手碰啊 这网页拍久了以后呢 会有那种 跟哈苏的阿系列一样 会有那种针眼 热眼看不见 但是一拍照片 强光下 就能看见底片的螺光 实际上这个布连 布连是肯定没有 金属联幕耐用的 但是比如说 哈苏早期那种 我节目里面讲 1600F那种 它快门其实固长率很高 因为它早期的 金属联幕很容易坏 我只说那一款啊 我又撤变了 这就不讲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 特别的可讲的啊 我们来试一下 装一下背带吧 背带是怎么装的啊 这个背带呢 是model 3里面的背带 这个背带呢 表面是那种黑色的 model 1呢 背带呢 是那种表面 有一层塑料薄膜的 透明膜 我就没有 回头我找我朋友手里 我回头找他拍个照片给我啊 那个就非常的难受 夏天背上去又热冬天 又滑滑的 不知道那个怎么设计 本来这个背带呢 就够粗糙的了 那个通明膜那一种背带呢 比这个更粗糙 它主要是必须得有原产 这个卡托才能装 怎么装法呢 旁边拉伸一点点 上面装上来 这个呢 两边刚好卡在这个槽里面 再把这个底下的螺丝 这都是原配的 但是这个螺丝呢 是可以买到的 这样就刚好是平的 这三个点是平的 这样就算 这样就算装上背 但是背带是很糟糕的 我一再强调可以调一下 但是很糟糕 这个机器呢 这台呢 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是Model 2 操作方法跟这个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底下呢 也是建那个口 这时间久了 不用就发白 这种娇皮啊 发白比较明显 发白的 这个就没什么可讲了 操作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看着是 上昏同步的接口 这个限度路在外面 做工还是非常粗糙的 哎呀 我又忍不住讲了 非常粗糙 做工 虽然说这个机器很稀有 Model 2和Model 3 特别是Model 3 非常稀有 好了 这功能我觉得 没什么特别的了 那咱们就先讲到这了 最后呢 我想聊聊 关于这台机器的感受 以及一些可能会 得罪人的实话 66HU的单板相机 收选 肯定是哈苏啊 对吧 开放式的系统 先对于别的品牌 哈苏66HU的 交配单板相机 其实它的估掌率是很低的 就算是R系列 估掌也很低 当然 早期的1600F 估掌率还是很高 这又扯远了 咱们先不扯了 而且哈苏可选择很多 镜头群也非常强大 高性价比的机身 也是有很多可以选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 你去买一台 X上台66HU 我觉得是合适的 在我的看来 我觉得得满足这三点 第一点 其他66HU的 交配单板相机 最起码是哈苏 你都玩过了 或者说 你都有了 你想体验一下 不一样风格的 66HU的单板相机 那么可以 这是第一点 第一条件 第二条件 你主要是把玩 不是真的拿它用来干活的 因为这个机器的估掌率 实在是太高了 我是不推荐高频度 来使用这个机器 例如快门卡死 然后碟片 反观金预生 最后反观金落不下来 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很常见 第三点 最后很难听的话 就是你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毕竟现在来讲 MOD20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也很贵了 MOD3已经非常昂贵了 如果说坏了 很多地方是修不了的 不是说有配件修 甚至不是说有些地方修 是完全修不好 所以你要考虑修不好 这些你只能再摆设了 说完这些 我还得再扯几句 就关于这个包胶的 很多人看老外说 这个外面是涂层 喷涂上去 就直接翻译成中文 说是喷涂 其实不是的 这外面就是一层包胶 跟外眼镜这种一样的 就那种类型的包胶 前面我说了 外眼镜类型也是跟这样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X3大溜溜这种包胶 是远不如这种 外眼镜的这种包胶 耐用的 外眼镜这种包胶 是类似于 怎么讲的 有一点点光面 但是它没有这样的容易 时间久了 容易发白 用多了 容易黏糊糊的 有点像仙纳利图 那种后背上面一样 老的后背那种 黏糊糊的 表面是不能用脚筋擦的 一擦就发白 不能用脚筋擦 实际上如果全新的机器 禅定不动 这表面包胶也是会发白的 像这台就有了 发白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说明它 橙色比较新才会这样的 如果说这个机器橙色很新 我建议每次把完之后 用半干布式的毛巾 把表面这种包胶给擦一遍 然后再吹干 不要包晒 也不要去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实际上 包胶主要是为了防滑嘛 这点是没错的 而且防磕碰嘛 低弹的那种 Ishantai 6 Pantakan 6 金属的表面贴了试皮 很容易会磕碰的 这台它胶皮很厚 所以防磕碰 以及防滑 这点作用是这样的 但是这台机器的 由于包胶这问题 也真的不适合 带到那种恶劣环境下去使用 虽然没有一台完美的相机 但是这个机器 对于我来说 依然是缺点 远远多过优点 只适合把玩 不适合真的去高频度拍照 我说的是高频度拍照 而且把玩也会特别小心 叠片方面也要自己检查 拿一张 拿一张片子塞进去检查 然后另外呢 我建议这个机器 如果拍爱灵卷 最好是不要拍啊 为啥呢 因为这个里面的摊环呢 它会卡的比较紧 所以呢 一般拍一二灵卷 就可以不要拍二灵卷 后盖上是可以选择的 刚刚说操作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你装胶片的时候 尽量把这胶片装紧一点 因为原来胶片 比现在的胶片也容易厚 你装紧一点也不容易碟片 当然有的是碟片 是因为机器的问题 就这台机器啊 别的机器 比如说53416那种 341康 它不是机器的问题 是装卷的问题 卷的 但这台机器呢 很多情况是机器的问题 所以要看一下 这台机器呢 拍片子 有的可以拍十二张 有的可以拍十三张 所以自己得看一下 两码事啊 然后其他方面我就不说了 再说的话 准备卖这个机器的玩家 得开始骂我了 但实际上这是实话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和订阅 你的知识呢 是我们继续说下去的动力 也欢迎你随时联系我们 给我们私信或邮件 都可以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体会啊 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再讲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